湖北它是楚国的龙兴之地 简称鄂 那为什么不称其为楚呢 这还要从四千多年前说起 其先祖在金山西湘宁 是一个捕鄂为生的部落 鄂在记载中有很多种写法 都为通甲字代表鄂鱼 到了商朝它成为十分重要的方国 鄂国侯与西伯侯姬昌九侯并列三公 相当于二把手的职位 因反对昼王决策被迫难迁 最开始来到的是现今河南省南亚 随后又到了湖北隋州 最终定独在金湖北大野市的两子湖畔 建立了鄂王城 在王国之后 楚国迁都于此 继续安居两百余年 因楚国存在了八百多年 它在河南 湖北 安徽都曾建独 看似都与楚国有些关联 所以用鄂子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 也集聚文化底蕴且不存在争议 那他们为什么能以湖北为中心发展起来呢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了解湖北 它毗邻湖南 江西 安徽 河南 陕西 重庆 五省 一直辖市 人口五千九百二十七万 省会武汉 都说湖北九省通渠交通便利 那为什么只批邻六个行政单位呢 是因为这里的九指的是虚数 饭指数量之多 王朝的强盛跟地形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湖北省境内 西有秦令渔脉和大发山 武陵山 北有大别山 南有慕复山 中有大红山 这些山脉大致将湖北划分为五部分 在西边的厄西山地 武当山神农架变在这里 还有南洋盆地 中部的大红山区 北部的大别山区 南部的慕复山区 还有地势低平的江汉平原 我们用地形图来展示 大家可以暂停来看 我于江汉平原的武汉 京门 京州等城市 三面环山 在古式进可攻 退可守 襄阳自古以来更是兵家必争之地 他恶守南洋盆地与江汉平原之咽喉 北上去中原去关中都必经此地 润泽楚天 水网纵横 长江与汉江在江汉平原交汇 由因三面环山地势低洼 编织出了密集的水网 造就了发达的水路 西可进八楚 南可抵萧乡 东可下江南 北可入秦晋 人称湖北为千湖之省 则要从古代说起 那就是已经消失的云梦泽 据推测只是一个比贝加尔湖还要大的湖照 到了先秦后 他缩小到如土所逝的范围 后经人为筑坝耕田和自然泥沙淤积的作用下 到宋朝时基本已经消失 现在湖北江汉平原上兴罗齐步的湖泊 便是云梦泽的遗留物 现今云梦泽已变卧椅 当长江汛漆到来之时 若不是防洪基础建设的阻挡 江水还会侵入平原 我们看一下视频中1870年长江世纪大洪水淹没范围 那说到这里 我们就一定要来看一看 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的长江三峡大坝 总有一些人对它充满了负面的看法 殊不值它可以防止长江最险的京江段 在洪水来临之际发生毁灭性灾害 2017年7月 洪峰过境流量7万立方米每秒 已经超过98年的洪峰流量 三峡大坝硬是将其削弱的4万立方米每秒 没有经历过洪水的朋友 有可能不理解它给沿江人民带来的益处 这是一个江河属性极强的省份 斗转行仪千载已过 与天斗与地斗 造就了湖北的坚毅与坚强 无论发生何种变故 湖北都一定会在浴火重生